男神界不老神话!71岁正少秋深版挺拔气宇轩昂,丽娅童长小鲜肉。 现在很流行说什么动灵女神、美魔女,都是用来形容那些躲过岁月这把杀猪刀的女明星们。 但其实在男神界也有不老神话,譬如正少秋。 6月20日,秋冠出席香港YTV剧《极鬼探钱传》的发布会,她以一身黑色衬衣搭配白色西装,潇洒帅气。 最难得的是,71岁的秋冠身材高大且腰肢挺拔,丝毫不见老派,气场更力压旁边三位年轻演员。 官方资料显示正少秋身高1.82米,频频她这大长腿。 尽管多年未拍戏,但秋冠身手依旧了得,站在人肉垫子上稳稳当当,眼神犀利,让人不禁想起了她当年饰演的楚留乡。 很多人踏入古西之年就不自觉地驼背,老太隆重,但是秋冠总是保持一态万分,相貌堂堂。 而且她的身材几十年如一日,就没见过她有发福的时候。 正少秋看起来这么年轻,除了身材玉鼠林峰外,还跟她一头浓密的黑发有关。 但其实秋冠32岁左右就开始秃顶,这几十年来她一直戴着假发套,除非是在自己家里否则不会轻易摘下发套,即便是排戏,也会自己请造形师。 秋冠这么做其实是为了维持美男子的形象,以最好的面目展现给公众。 秋冠曾经透露自己的养生之道,每周要去一到两次健身房,平时也会做些跑步、游泳之类的运动。 此外,为求镜头上完美呈现,她一定让自己有充分的睡眠,且不烟不久,没有夜生活。 秋冠去年这张机场照曾在网络上刷屏,更上了热搜。 当时网友就感叹她依旧如雅,腰杆笔直,走路带风,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年过七旬的人。 调整项目